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购语言 今天是第十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 一直坐下去的动力哦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MAP哈希字典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结构 在哪种语言中都有 咱们够语言自然也不例外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够语言中MAP哈希字典的使用 有朋友问了 什么叫做MAP哈希字典 我怎么没理解 我一言以蔽之 把它概念告诉您 它其实就是 大家请看 key value类型的数组 这么理解就可以 当然你也可以把理解成 key value类型的无序数组 都可以 相信什么 相信咱们查字典 对吧 你给个字 让我告诉您什么意思 您再给另外一个字 我再告诉您什么意思 字与字之间是没有顺序的 对不对 OK 这就叫做key value 一个key对应了一个内容值 value 好不好 OK 马上学习 马上进入今天咱们实战演习的部分 咱们大家看一下 一上来package包 这个必须要写 对吧 Import format 没说的 然后入口函数 M 接下来咱们要定义一个key value的哈希表 该怎么定义 变量名 M 没说的 然后冒号加引号 定义加声名 对吧 make 给它分配一个内存 对吧 这么理解就可以 然后map类型 然后是大家看 这咱们指定了两个类型 中括号阔起来的这个是key的类型 一般来说90%以上的可能性 都是要给它附上一个文字型 您也可能会给它附上一个对象型 我上次做过一个项目 本来要附上文字型的key 或者说这个字符型的key 结果呢 因为我们特殊需要 这个地方我给的是对象型 当然了 您一般的情况下都会给这个strain型 好不好 OK 然后它的值类型 您可以随便指定 对象啊 数字啊 数字都可以 今天给您演示的是int数值型 好不好 OK 咱们通过这行命令 就定义了一个哈希表 key value分别是strain和int 对吧 然后呢 给它怎么复制 大家请看 m中括号 因为它的key是strain型 所以说这地方 咱们要附上一个key的值 比如说ke 这是个strain 然后让它等于7 为什么叫做7 因为它的值类型是int 对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 咱们要指定一个7 对不对 OK 你这指定一个对象 这就报错了 对吧 这个地方呢 我简单附上两个值 没问题 然后呢 咱们把这个哈希表 进行输出 好不好 OK 咱们就先运行到这 看结果 我把它拷贝一下 然后呢 今天给您演示的 还是采用Google的collab 没问题吧 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 云计算平台 好 运行一下 它会写成一个物理文件 mengo 对吧 然后咱们下面的命令 执行它 大家看出来了吧 这是咱们的哈希表 内容呢 有两个 一个是ke等于7 一个是k2等于13 没有问题吧 它是无序的 对吧 怎么写都可以 因为但是插字点 这个字与字之间 能有什么权重顺序吗 对吧 没有嘛 对吧 OK 好 咱们呢 通过这个方法 定义一个哈希变量 然后呢 给它附上两个值 同时输出 这最基本的使用 都会了 接下来 咱们继续给 把这个哈希表 给一个变量复值 其实很简单 对吧 让一个v1变量 等于 这定义加复值 等于mke 这样的话 咱们就 这种写法呢 就相对咱们 在使用任何一个变量 都可以 但是因为 它是哈希表的 数据结构 它比咱们 直接这个地方 复值7的话呢 稍微消耗一点 系统资源 这个地方呢 请大家注意 好 咱们用它 给个变量复值 看看能不能做到 当然可以 对吧 OK 然后输出 v1等于7 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能看到吧 说明这个v1变量 成功用这哈希表的值 给它复值了 没问题吧 OK 再接下来 哈希表的长度 乍看以为 Python是吧 用l1的函数 用l1的全决函数 好 再看一下 ln的长度是 大家请看 2 为什么 两个值吗 一个k一个kr 对吧 所以说这个 它的长度是2 没有问题吧 OK 再接下来 都是最基本的使用方式 再接下来 咱们删除一个哈希值 咱们m里面有两个 一个是ke 一个是kr 咱们如果想把kr 删除的话 怎么删 不要这个delete 然后传上这个变量名 再传上key 您要删除哪个key 对吧 这样的话就把kr删除 马上看一下 够 好 再运行 大家请看 哈希表map里面 没有了kr 只留下了k1 没有问题吧 OK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是这样 刚才咱们定义m的时候 咱们仅仅是定义了 这么一个数据结构 对吧 那么咱们这个例子 是不仅定义数据结构 同时给它附上一个初始值 什么值 大家请看 一个是负等于1 一个是霸等于2 好不好 相当于是说 咱们不用接下来 再复初始值了 咱们在系统启动时 初始化售 就已经给它复值了 对吧 然后咱们下面 直接输出n的内容 好 看结果 go 好 存盘盘之后运行 大家注意看n的内容 大家请看 n是标准的哈希map 没问题 同时里面有两个值 负等于1 是霸等于2 没问题吧 OK 这个就是简单的map 哈希map的使用方法 这个使用方法很简单 但是在咱们编写代码过程中 实际业务开发过程中 是非常重要的数据结构 希望您一定要掌握 它真的非常的常用 一定推荐给大家 您一定要学会它 好不好 OK 以上就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咱们在构研中学习了一下 map哈希字典的简单的使用方法 我今天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e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参照吧 OK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